泰国工业部国家食品研究所与泰国总商会 以及泰国工业联合会的三个部门的通力合作 16号在曼谷苏格索的酒店 召开泰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形式的新闻发布会 预计2017年泰国食品出口总值增长8% 分析国外市场需求呈现良好的成长形势 三个部门共同收集国外形式的相关资料 在本次发布会上表示 在2017年促进泰国食品出口的主要因素 来自经济政策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 给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同时泰国政府积极推动国家进入4.0时代的战略 让国际消费者对泰国的食品质量深度认可 让全国的企业进行提升到国际标准 鼓励创新增值产品 国家食品研究所副主任纳塔鹏说 预计明年月老减免四国联盟的市场仍持续作为第一出口国 日本主要出口的产品就是家禽类 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加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南韩市场批准了泰国家禽类的产品进口 果汁虾类和波罗也将持续增长的趋势 根据资料报告显示 未来的全球趋势是包括创新技术 健康食品 产品安全 及时食品的需求量领先 因此为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生活方式 泰国将立即推动企业开发生产各类商品 我们必须要认为中间的风流 将会发生在洞水平的范围 进行做成为预计划 这一部分是预计划 预计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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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么位置MGTV记者李里里 依萨拉 泰国曼谷报导